最近发生了这么一个事在加州 就是一个华人被警察当街给打死 而且这名华人全副武装 拿着自动步枪穿着防弹衣就被警察打死了 那么咱们今天具体来讲一讲这个事 包括这个事在当地华人社区引起了一些不小的讨论 咱们也跟大家讲一讲究竟这个事 谁占领谁不占领 是不是华人又被歧视了 今日在加州突然警察就接到了报警 就说有一个华人男子 就撤枪实弹拿着突击步枪 穿着这个防弹衣在街区里转悠 而且呢在殴打他老妈 警员呢就接到了两通报警电话 那第一通报警电话呢 就是说当时有一个男子朝他走来 而且这个人呢手里拿着一杆步枪 还穿着防弹衣 这个人呢不但冲他举枪吓唬他 还朝空开了几枪 警察还专门问他真的朝天开枪了吗 那个人对面回答的是 是的朝天开枪了 另外一个也回答了 一个人拿着枪在街上转悠 这是另外一个人呢 却没有听到他开枪 然后呢警方接到这个报警电话以后呢 就火速赶往了现场 到了现场以后就真的看到这个男人 然后呢就看到这个男子的妈妈就立马就冲警察跑过来 满脸是血呀 就说这个孩子打他 然后呢警察就赶紧就把这老太太保护在身后 说你站一边去站一边去 这个就在这个时候 这个妈妈说了一句典型的亚裔家长最爱说的话 千万不要冲他开枪 那是我儿子呀 你看你都被你儿子打得满脸是血啊 你还说这样的话 警察呢当然也没有立即开枪啊 然后那个女警察就喊把枪放下 放下不要再往前走了 然后结果这哥们呢 他倒是没举枪 枪就挂在前面 枪头是朝地面的 然后呢穿着防弹衣接着往前走 然后他也没冲警察开枪 也没攻击警察 他警察就在他侧面站 他就路过了这个警察 警察让他放下枪 还不放 放下枪还不放 紧接着女警 看他还在往前走的情况下 开枪了 一枪打在他身上 另外两个警察看到他开枪了 也开枪了 最终呢 有三枪击中了这名华人 因为这哥们还穿着防弹衣嘛 这个事一出呢 可能很多朋友会说 那这个有什么可讨论呢 你当街持枪 那是不是就有问题 那警察警告你不停 你击逼你很正常 对不对 那在华人社局现在就有这么一种讨论 有一种讨论就认为该击毙 说这个街区啊 有很多的孩子啊 所以说把你击毙是应该的 那第二种说法说的是什么呢 看警察打死了亚裔 为什么主流媒体都这么沉默 如果是别的族裔 那主流媒体早就出来闹了 对不对 那为什么被打死亚裔 主流媒体就不闹呢 第三种说法就是 他虽然说拿了枪 但是这个枪头是冲着地面的 因为你要知道 在美国呀 很多州枪是可以公开携带的 那在美国大量 你去逛超市 那人就背着枪 但只要是他不做攻击的动作 比如说枪插在这个枪套里 或者枪挂在身上 我双手没有碰这个枪 枪头是冲下的 那这就不是攻击动作 人家带枪上街是合法的 那警察击毙人家 就是不应该 对不对 那人家也没有攻击警察 没有做出这些动作 你警察凭什么就给人家打死 三种说法究竟是哪一种有理 我跟你说说 你就大概知道了 现在我先跟大家讲 我是站在第一种说法 我就认为这个街区有很多的孩子 警察又赶到了 你又把你妈打成那样 你事先展现出了暴力倾向 警察让你停手 你不停 而且还事先警告了好几次 你还在往前走 就算你没有摸枪 把你击毙 这是没问题的 然后咱们再说下一条 那有很多朋友说了 我知道美国是可以公开写武的 他只要枪冲下 他不摸着这个枪 那人家就是一个正常人 他就跟背一个网球袋一样 你凭什么打他 警察是不是歧视压抑 我跟大家讲 美国确实是有公开持武权 而且37个州都有公开持武权 一个男的也确实符合公开持武权 非攻击的那个动作了 就是他如果这个动作 走在任何一个有公开持武权的州 都不算犯忌讳 警察其实在他手不摸枪 不把枪口抬起来的时候 警察都不能向他开枪 或者说至少开枪都会有顾虑 但是不好意思 这是加州 美国只有13个州 不让有公开持武权 加州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说很多华人朋友就不知道这点 因为在加州的他部分的朋友 还是没有枪的居多 所以说他不懂这点 其实华人社区大量的 也都是从国内刚没来几年 他还不太了解美国的法律 所以说在加州 你这个样子 已经把枪公开背在身上 在社区里来回走 而且你还冲天开了枪 你还把你妈打伤了这个情况下 然后据警察的说法 他还不止把他妈打伤 好像是把他妈给捅伤 那咱就不知道具体怎么回事了 那要这样做 我觉得GP就更没问题了 那还有朋友说了 那你就说 如果这样是别的族裔被打死 那是不是媒体就会闹 华人打死 媒体为什么不闹 我为什么现在对很多华人很无语呢 就是他自己在白左周待时间长了 自己那个思想变得有点白左 你知道吧 你说这个东西有什么可辩护的 主流媒体不闹不太正常了 他们想说就是如果黑人被打死 不管这个黑人是不是坏人 主流媒体一定会出来闹 这个不一定啊 美国每年被警察打死的人有多少 你去查查 白人是最多的 然后是黑人 然后是拉丁裔 最少的是亚裔 对不对 那这些案件中间 你们查的每年是 每年要多少起 那几百上千起啊 每一起媒体都上去闹吗 那不是 你们能看到的 只是每年的集体偶然有争议的时间 大量的媒体最多就是报了一下 这儿发生了一几枪件 警察击毙了一个罪犯 他就不报了 知道吧 只不过是他们基数太大 所以说给你的感觉 好像是只有白人和黑人 发生这种事的时候 哪怕白人黑人不占领 媒体也会闹 其实不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哥们 在一个有那么多小孩的地区 先打了自己母亲 弄得满脸是血 又捅了人 然后又在大街上 拿着一把枪 哪里把自动步枪穿了个防弹衣 我天啊 在街上来回走 警察三次警告他不听 击毙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事我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 这个案子也表现出 是不是这个男子 从小也被自己父母宠坏了 你看对于咱们亚裔人来说 咱们不说美国人 单说压护打自己的父母 是吧 打自己的母亲 把自己的母亲打得满脸是血 还捅伤了自己的母亲 然后拿着一把自动步枪穿着防弹衣 在一个到处是小孩的街区里转悠 还警告别人朝空开枪 我觉得呀 这应该就是一个脾气很暴躁的人 而且平时呢 被家人处坏了 而且呢 医生既然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 以自我为中心 最终啊 酿成了这起大祸 而且在美国每年啊 都有大量的人 因为这个暴怒 最后被人报警 警察来了以后 他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 还跟警察骂骂咧咧咧 甚至还准备上来打警察 最后被击毙 这样的事儿在美国每年都非常的多啊 一再的发生 但是这个事儿虽然发生在加州 但是也能从侧面看出一点端倪来 就说 其实华人新一代买枪都在争多 我并没有说这个哥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啊 只是说他自己没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对吧 你自己干了这种差跷事儿 但是你看到没有 华人的新一代 包括在加州都已经开始持武了 都已经开始全副武装了 华人跟你们想了 其实不一样 华人不了解国内 这个事儿真不真 真啊 华人很多确实不太了解国内 但是你们也不太了解华人 老华人对国内的那个印象 是23年前的 45年前的这种印象 你们对华人的那个印象 也基本上停留在30年前啊 这就是我想说 这个事儿对两边带来的一个不了解的这个冲突 包括很多这个华人的朋友也是 他其实很多人 他在这儿不用抢 他不知道任何的法律 他就觉得 那不管黑人闹 我们也要闹 我们要上街去砸他们 去去抢啊 其实我觉得 如果要是有一期 华人真的受到不够公正待遇了 华人真的当年被打死了 哎 那加州的华人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清朝出动 上街是吧 打发抢烧去 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啊 不要在这种警察做的没有违规 没有任何问题的事情上去纠结 那就有点不应该了 对不对 哎 那这期就做到这儿 以后有什么有意思话题的跟大家聊 这期聊到这儿 大家拜拜